大家好,我是Gulie V舊松團的職工 然後我主要負責的專案是臨時小學校 然後就是臨時小學校的專案在這邊 可能有些人沒有聽過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 它是在2020年開始由舊松團這邊 發起的一個教育專案 然後它其實就是很希望可以努力 把Gulie V的精神跟我們一切 過往大家十年來累積的經驗 把它轉換成教育的養分 那為什麼我們覺得可以這樣做 其實大家去想一下現在108課綱的方向 自發互動共好 或是整個世界它在談的 就是整個教育的方向 其實我個人 因為我以前是教育工作者 我覺得Gulie V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有很高度相關的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經驗 可以去向下扎根給新一代的孩子們 所以我們從2020年 就開始去辦一些不同的活動 那今年的暑假 我們一樣有辦了一個夏日元力真能營 然後我們主要對象是就是 假如說你是高中生 大學生 然後教育工作者 或是任何你對Gulie V 或數位公民 公民科技有興趣的人 你覺得你想要有一些 新手村的一些訓練的課程 你可以來加入 那這除了會提供你 可能 等一下我點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講一下 我們預計禮拜一會發布 然後會開放報名 那它裡面的課程就包含像是Gulie V的協作心法 各個專案的介紹 還有一些技能面向的 也包含Gip Hop要怎麼做等等的 然後我們其實在場各位可能 可能會覺得這可能跟我沒有那麼相關 但你如果相信Gulie V的精神 就很歡迎大家可以把這樣的精神一起 就是分享給你覺得需要的孩子或老師 或是任何人 然後讓這個精神可以繼續地傳遞下去 然後禮拜一我們會發在SNS跟 Slack的頻道 然後再歡迎大家幫我們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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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